要到哪裡跨年好呢 有民眾決定一腳跨到台中去 11月18號在訂房網站搜啊搜 看到某飯店12月31號跨年夜 雙人房是1000元 想了想平時這一間會員價快1800 現在1000可能是在促銷 走過路過不能錯過立刻下訂 沒想到啊 兩天後飯店客服打來了 說標價錯了 跨年夜當晚呢 應該是一萬不是1000 希望他取消訂單或是重新下訂 兩邊一來一往沒結果 飯店呢卻單方面取消了訂單 讓這位民眾很不服氣 能這樣嗎 下訂成功就是契約成立 怎麼能隨意取消呢 就是要先看個案的事實 業者是已經有一個訂房確認通知 那如果已經通知了之後 業者才片面解約的話 那個消費者可以依照個別旅宿訂房的 應地在事項要求業者 給付違約值 回頭看看這家飯店的跨年夜雙人房 已經標價來到了一萬二 飯店表示訂房網站標價出錯 已經請網站業者跟消費者聯繫處理 畢竟一個晚上1000和1萬差了十倍耶 也難怪民眾跨年還沒跨 臉啊已經先垮啊 華視新聞環民會方啟年 台北台中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蕾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